全自動、半自動 你就是買了一台咖啡機 你就是買了一台咖啡機 那今天要來分享的是我們家廚房的新寵 就是咖啡機啦 那這台咖啡機呢 說到它的原油 從Deligo 買鐵味的時候呢 在這個體驗館發現了他們的咖啡機 然後後來我們買了那台咖啡機的後續的機種 就比較新的 那咖啡機它又有氛圍 就是像全自動、半自動 或是你比較專業的高手呢 你就是純手動的自己泡咖啡也是可以的 但因為我們覺得全自動 好像少了一點點泡咖啡的樂趣 所以我們後來選了這種半自動的機型 那你就可以享受一點點 泡咖啡的樂趣 然後又可以喝到一杯還不錯的咖啡 以咖啡機來說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買的是Costco的豆子 那隨便一包其實就是幾百塊而已 然後可以泡滿久的 你如果share一下一杯可能才 十塊不到嗎 可能會更低吧 可是你去外面買咖啡 一杯隨便都是幾十塊 甚至一百多塊 我們覺得自己泡呢 既是比外面泡得好喝 然後又是便宜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已經很少 在外面買咖啡來喝了 那我們今天要分享的這一台呢 它這個品牌是Bravo Bravo在台灣其實有代理 可是因為代理進來的價格 肯定是因為比國外高不少的 所以呢我們後來決定還是在國外買 就賭這個一年保固啦 就賭一下自己的人品 那我們選的這個型號 是Bravo Barista Pro 那台灣的型號 我沒有認真去查過 我不確定對應是哪一個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那種什麼 很專業的咖啡機的研究的人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說 它對應的型號是哪一個 或者是它大概是介於哪一個等級之間 不過這一台其實我連國外買進來 算下來台幣花了韓運費 大概是兩萬七左右 那如果是以咖啡機的價格來說 它也算是一個中高階的家用機種 因為一般便宜的大概一萬左右 或是一萬內的 那種膠囊不算 我講的是半自動的話 大概一萬左右就算還不錯 那如果兩萬左右呢 已經是算蠻專業的 那這已經到接近三萬的話 應該可以算是蠻進階的咖啡機種了吧 因為像有些品牌 它可能到三四萬雷都有 那可能都是全自動 我們來介紹什麼叫做半自動呢 你必須要去手動的做一些事情 有些東西就有機器來幫你取代 那這叫半自動 那全自動呢 大致上你就是只要丟進咖啡豆 然後剩下的差不多就可以交易機器了 但是就會少到那個樂趣 那我們今天就來大概講解一下 Bravo這台的一些操作的方式跟功能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或許你也會覺得這台咖啡機 會是你的好選項 然後我們買這台還是 這個應該算香蕾巾 那這個Bravo的這個型號 它的顏色蠻多 原本是想買白色的 但是白色因為要等比較久 所以我們就果斷放棄 就選了一個可以快速導火 首先呢 它上面這邊是放咖啡豆的地方 你只要把咖啡豆呢 倒到這個裡面來 這個一次的量其實也沒有真的很多 我們大概一到兩週左右 就可以把這邊全部泡完 那如果是每天真的 有認真來喝的話 其實一個禮拜這個量就沒了 這個存放你也不用去想說 會有超濕的問題 因為你還蠻快就會把它用完 那開機之後呢 這一台我覺得好處是 它好像幾乎不太需要熱機 接下來 不論你是泡之前或是泡之後 你倒要先清洗一次 清洗完那個出咖啡的地方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裝咖啡粉 它這個自己自動會研磨 然後機器呢 你可以去設定 你要研磨的這個咖啡粉的細度 它就可以去設定 這有一個Grain Size 那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這個磨出來的細度要多少 這邊有一個好處是 它有一個秒數 可以自動出咖啡粉多少秒 就以這個的話呢 我大概抓13秒左右 可是如果你是裝完13秒的話呢 會全滿出來 再來是咖啡粉的這個量杯呢 它一共有四個組合 一個是單杯單份 然後單杯雙份 然後雙杯單份 然後雙杯的雙份 那一般我們都是直接用雙杯的這個泡 剩下的呢 它有設計一個收納盒 就在這個裡面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放進去 收納在這裡面 然後它額外還有附一個咖啡粉的刮刀 這個其實我覺得用不太到啦 我等一下給大家示範一下 好我們先把這個裝上去 然後裝咖啡粉 然後裝咖啡粉 它這個放上去之後呢 只要退一下 然後像我設定是11秒 它就會自己出粉 出11秒然後自動停止 你會發現11秒其實它已經突出來到這樣子 所以其實 你如果設定它完整的秒數的話 你會整個滿出來 再來就用這個去將咖啡粉夯死一下 稍微撥一下咖啡粉 然後讓它鋪平 然後將咖啡粉先夯死一次 然後像這樣因為還不夠 所以我們再補個兩秒 就我剛剛講大概要13秒左右 那你要手動的話呢 就是自己退一下它會啟動 再退一下它會暫停 好 那這個呢 靠咖啡其實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自己的方式 即便是用半自動咖啡機 但大部分原則就是 像這個湯匙的這一支呢 它的銀色的這個邊緣 你壓下去了之後 這個會在它的邊緣剛剛好 那記得要壓緊一點 好 這樣呢就弄好了這個咖啡粉 接下來就把它裝上去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泡 雙杯雙份的 你也可以直接放兩個杯子 分在這個兩邊的分水口 那你就可以一次直接泡兩杯 它會大概分的算均勻啦 我覺得 接下來這邊可以選一杯 或是兩杯的量 那我們一般其實就一個人喝 我們都是選兩杯的量 給大家看一下是剛泡出來的咖啡 油脂其實還蠻厚的我覺得 我們選的這個咖啡豆呢 這是Costco的 你可以去找這個包裝的 這個比較不會那麼苦一點 另外有一個大嘴腦圖式的 會比較苦一點 但是我覺得兩種都很好喝 所以要看你的口味去購買 不過Costco的豆已經很便宜了 而且很好喝了 所以不太需要去買真的多高級了 除非你的嘴真的非常非常的挑 那既然這樣泡完呢 你如果喜歡喝義式濃縮的話呢 這樣就是義式濃縮了 那如果你喜歡喝美式呢 你就把它這個倒進大杯子 然後加冰塊 就變成冰美式 那如果你要做拿鐵呢 就是再加牛奶就變拿鐵 基本上我們平常喝的 就是這幾種為主 然後像我自己 平常都是比較喜歡喝美式或是拿鐵 然後這個泡完之後呢 拆下來 像我們有準備一個倒咖啡渣的 這個就把它泡進去 這個我們額外購買的啦 淘寶隨便買一個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先把咖啡 先把它倒進來 接下來我們一樣先把這個清洗一次 記得美式的前後也都要清洗一次 這樣才不會有那種咖啡雜流在那個出水口的地方 這台機器的另外一個功用呢 它可以用蒸汽來製作奶泡 雖然說我們還不太知道怎麼拉花 也沒有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還是可以用一下 然後它旁邊有一個蒸汽的轉口 轉左邊就是蒸汽 轉了之後讓它等一下 它就開始出蒸汽了 好如果你要搭奶泡的話呢 就是像這樣 蒸汽穩定之後你就可以先關掉 將裝牛奶的這個杯子 這個是它原本就附的 這樣子靠上去之後 就可以再轉一次蒸汽 開始製作奶泡 用這個蒸汽製作奶泡的方法 其實你Google一下 網路上也有一些教學 我就不特別講了 反正我們也是買來之後 就是邊做邊學啦 所以前面如果我有什麼 名詞啊 沒有講得那麼專業 就請大家都見諒一下 好這樣 奶泡就製作完了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 將它加進去我們的咖啡 其實我覺得它做的這個 奶泡其實還算綿密的 當然比不上奶泡其實 但是我覺得 以喝來講已經是 加減可以了 裝成了一杯這個拿鐵 然後最後的清洗呢 這邊這個蒸汽這一支呢 一樣你做完之後 要再出一次蒸汽 清洗一下這個蒸汽口 然後下面就是趁熱趕快 把沾到的牛奶擦掉 這樣就完成了一次 就是泡咖啡的流程 然後就可以關機 另外比較不錯的設計呢 我是覺得這個水箱 它還蠻大一個的 設計直接在後製的位置 直接這樣放 然後我覺得沒有那種 任何的卡榫或幹嘛 就是這樣順順的上拿下放 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有些咖啡機 我之前用過是那種 比較難取的 因為還有一個圓孔加卡榫 卡榫柱這樣子 插進去的 你就變得很用力 然後有點麻煩了 所以這台咖啡機 我們就在整體設計上 或是使用上 目前用下來都還算滿滿意的 然後價格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 就Bravo的Balistar Pro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台灣 台灣代理的門市 或者是直接從國外網站買也可以 像國外網站買有很多管道 官方網站有賣 他們的美國一些 大型家電的電商也有賣 早代工你要問清楚 這電壓到底是多少 如果你是澳洲版 又可能是220 然後插頭也可能會不一樣 這部分你要大家自己去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自己 沒把握的話呢 就直接找台灣代理商 就直接買吧 也是不錯的選擇 至少就是有一年的保固 麥內櫃當然也是有它的道理在 那大家就是對於這台咖啡機 如果還有什麼疑問呢 或是對我今天說明呢 如果覺得有不專業的地方 你想要指證的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不是派電話 下次再見囉 掰掰